詞曲 李宗盛 你此愛 是我回轉向你 你兩山 吸引我靠近 你憐憫 呼召我更想你 你的暗點 滿足我心 在每一天 喚醒我靈慘 你憐憫 直到永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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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憐憫 呼召我更想你 你憐憫 滿足我心 你憐憫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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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 你憐憫直到永遠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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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憐憫直到永遠 你慈愛直到永遠 你憐憫直到永遠 到永遠 你慈愛直到永遠 你憐憫直到永遠 你憐憫直到永遠 到永遠 你真好 你真好 你憐憫直到永遠 你憐憫直到永遠 我憐憫直到永遠 真好 祝你真好 祝我要更多的思想 祢的良善 祢的怜悯 祢的慈爱 祝我们说祢真好 我们有一位好神 所以我要用我的全心 来赞美你 尽全力来赞美你 弥迦书第七章 我的仇敌呀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我要仰望神 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在最黑的夜 我仰望我的神 真言二十四章十六节说 一人虽七次跌倒 仍必兴起 约伯也告诉我们 神所惩治的人 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因为他打破 又缠骨 他急伤 用手医 你六次招难 他必救你 就是七次 灾祸 也无法害你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神所爱的人 神所要使用的人 一定会经历失败 或者是曾经跌倒 有站起来的人 不要害怕跌倒 重点是跌倒以后 我们不要落入沮丧 怀疑 不幸 而是更多的兴起 站起来 在每一个跌倒当中 我们学会生命的功课 我们学习 虽然经过火的试炼 经过患难 可是在其中 我们抬起头 再爬起来 再站起来 走向神的应许之地 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就在那里 我们经历神的慈爱 经历神的怜悯 经历我们有一位好神 有一位年老的教授 有一次他被邀请到 一个大学去演讲 在走向讲台的过程 因为道路狭窄 一不小心 他就跌了一跤 这个时候 全场的学生 都哄堂大笑 校长跟老师都很尴尬 可是这位学者 他却若无其事 不慌不忙地站起来 他拍一拍 身上的尘土 整理好衣服 他坦然地对学生说 人生就是这样 跌倒了 再爬起来 再跌倒了 再爬起来 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 神没有应许我们 一反风顺 神乃是告诉我们 人生有苦难 可是神却应许 在他的里面 我们有平安 神却应许 在苦难当中 在争战 在每一个患难的过程里 我们有应许 我们有得胜 如同今天的经文 告诉我们 仇敌没有办法向我们夸耀 因为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神却要做我的光 我们不会一直停留在软弱 停留在患难当中 要学习 不论你的境遇如何 失败的情况怎么样 或是跌倒几次 就是抬头仰望你的神 仰望神的应许 神 我要仰望你 因为你是拯救我的神 主今天我说 你真好 我有一位好神 所以我要赞美你 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 所预备的 神 我感谢你 虽然会跌倒 可是我要再爬起来 我要继续 抬头挺胸 走向神 为我所安排的命定 走向神 你为我所预备的应许之地 我所预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